體驗 謝謝姐姐弟弟一起來囉 這爸爸站中間吧好不好 然後呢先來一個全家福的合照 不過今天啊 因為狼姐 這個非常分手 他畫他的夢夢舞夢 和他也可以成為我解釋真正的愛情 我飾演的角色小琴 他其實是一個非常非常陰暗的個性 因為她從小她就是受到母親一個神經狀況 就是很正常的母親的神經質壓迫 再加上父親不常在家 她其實非常渴望到得到父母的愛 但是她卻得不到 然後長期累積的怨恨還有憤怒下來 到最後她決定在這個晚餐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小型的地圖 那一樣她她的個性其實是非常的壓抑 但她跟姊姊的方式比較不一樣 她的壓抑比較屬於說是真的完全隱藏的 她不會把她對她家人的怨恨 跟她對家人的埋怨表現在她的行為句子上 因為她會用一種讓人覺得說 欸這個人好像還滿陽光的一種方式去演示她心裡的脆弱跟矛盾 可是隨著劇情的發展 其實當她的假面具被現實面給橫橫的擊碎之後 其實會看到她其實是非常矛盾 而且非常衝突的一個角色 好吧 來 大家示範 其實是一個充滿問題的家庭 有患慾 然後有精神問題 然後有關係的問題 然後還有健康問題 像我們在社會新聞裡面看到 包括是悲劇終結的一個家庭故事的縮影 對 那其實很希望讓她看了這個 這個微片之後 可以其實 能夠給家庭更多的觀念 我沒有玩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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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為什麼要被救 你為什麼要騙我 你為什麼要騙我 在右邊 因為我不懂 我可以又看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